大家好,我是耳秉 如果有參加過前幾次的話,就知道這是同一個東西 我原本是填在被後補區的,結果被想要後補到的第一名 這個是我要做一個繁體中文CC的句子的資料庫 它是沒有版權限制的,長相像這個樣子 它已經在Github上面,目前有一萬句 我今天想要再補一千句禁句之類的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,就是無版權限制的繁體中文句子 然後把它放Github上面,那個句子就可以拿去做任何用途 因為它要無版權限制,所以它的來源也必須要是無版權限制的 我覺得前面應該都跳過去好了 這是現有的,如果你想要找一個句子的資料庫 你可以找這些資料庫,也有來自於眾議院這邊的 但是基本上就是你要花錢 那你只能拿去做非營利使用或者是學術使用 所以如果你想要就是,你開一間公司做一個專案 然後那個專案就是你做一個新創 然後你想要做AI相關的,就是跟文字相關的AI的訓練 那基本上你就是笨用 那當然大家都是私底下偷偷用,沒有人知道沒有人管 對,但是我想要改變這個狀況就是這樣 那目前可以看到眾議院現在的句子有139萬句,我們有1萬句 我們只輸它就是1%而已,所以其實沒有差那麼大 對,大家可以一起來 那我剛剛講的,其實就是要花錢 花錢才拿得到資料庫,而且還不能商業使用 這是大部分資料庫的限制 所以理論上,AI Labs的雅婷族製稿 如果他們是拿這些東西去訓練的,它基本上是違法的 但其實它訓練出來的東西,大家也不知道它是拿什麼訓練 這就是這個領域的關鍵所在 好,那我是覺得就是政府花了十幾年的時間 花了幾百萬幾千萬的錢去贊助這些研究者 或者是實驗室建立這個資料庫 它那個東西應該是要是公用的 那基本上句子就是這樣子 一句一句,一句一行,就很簡單 那我需要什麼東西呢? 這些東西的來源 這些來源是可以無版權限制的 那比較特別的是,政治人物 只要是公務人員 他的公開的講話的稿件 講稿跟新聞稿,Transcript 那個是無版權的,那是法令規定 那這是目前的狀況 涵蓋範圍 我們大概涵蓋了70%的中文常用字 60%的中文發音 這是目前的狀態 那想要把這個比例再拉高 那 後面後面 我今天需要什麼 今天需要第一個 只要你會打字你可以幫忙整理文本 因為我們有很多很多的就是稿件 但是需要把它拆成剛剛那個樣子 一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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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把它去掉難字 去掉就是不知道怎麼唸的字 然後讓它變同順 然後修掉錯字 這是最基本需要的人 就是只要會打字就可以幫忙 那其他的就是我們有個script 在做統計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60%的發音的那個統計 那需要有人繼續幫忙 就是調整那個script 把它串起來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最簡單的貢獻方式就是你就是盡量打彈幕 彈幕全部都會進到這個資料庫去 對不對 就是這樣 這是最簡單的貢獻方式 好 謝謝